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盘棋是由王天一对阵赵欣欣的决赛 这盘棋也是继上一盘赵欣欣获胜以后 双方继续加赛快棋来获得来看最终的冠军角逐 所以说很精彩 双方以飞向对视角炮 黑方选择了炮尔平四 视角炮 红方选择了居酒进一 先展个横举 这盘棋因为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看双方也都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开局 这也是一个比赛策略吧 就在关键时候还是希望能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开局 掌握的最好的开局 是的 然后红方掌居的时候 黑方选择的是马二进一 政策 这个开局一般我们常见的走法 是不是黑方是走马二进三跳正马 对对对 一般来说黑方马二进三出现的会更多一些 那红旗一般会接走居酒瓶六 居酒瓶六桌炮 黑方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红方马八进九 跳边马 黑方居瓶二 居瓶二 红方冰酒进一 黑方居二进四 红方居六进三 然后黑方正好也得居二瓶六先躲开 红方马九进八 对方竹三进一 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局面 但是在这个局面以往出现的比较多 可能特别一般和棋也比较多 所以说对盘棋 双方没有这么选择 对对对 没有这么选 因为双方这可能是个对峙的局面 都在沿河一带 所以也是比较的平稳的一个双方 双方都不愿意下的 这么平稳 所以尤其是红方就想先行之力 把这局面走得更复杂一些 所以说当红方掌横居的时候 黑方也没有选择正马 黑方也是出其不意 笑了一个编马 对对对 其实也是避开了红方那些套路 对 编马的红方还是选择居九平六 抓炮 走一个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了十六进五 补一手势 这骑是不是以前更多的走法 是向七进五 对对对 在以往的对决当中 出现下线进五会多一些 但近七其实更多的骑手 选择了十六进五 其中主要是有一个区别 如果这个时候走向七进五 黑方以后就没有机会 在这个泡八平五来还价中炮 对 如果说选择这个十六进五 就有机会可以通过还价中炮 比如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路变化 比如红方兵三进一 对方就可以居平 居平二两居 红方在泡八平四 对方这个时候就可以走这个泡八平五 这家很流火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针对到红方这个 因为这个中兵战士根的这个弱点 来攻击红方的中路 从达到一个多兵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说在这个对局当中呢 近期大家就是更多地走了 这个四六进五 对这个局面做了一个改进 对 这个布局阶段 这个不是还是不像 都是要去思考的 这个次序很重要 所以说那红方也没有选择冰三进一 而直接跳了一个 走了一个冰九进一样 对对对 先制住了黑方的一路满 对 黑方走了这个居平二 正常出此 红方马八进九 八进九 在这个棋局当中呢 以往出现的比较多的呢 是黑方走G二进四 这个制造器呢比较稳健 对 G二进四我先长起来 然后我也可以对边冰嘛 对对对 可以消除到自己的这个边路的 一个小的弱点 红方G六进三 红方G六进三 黑气足一进一 红方马九进八 可以放G二平六 G二平六这样过来 红方冰九进一 双方进一个交换 可以放G六平一 G六平一再吃过来 红方这个时候 一种呢是可以走这个 炮平四 还有一种呢是走这个 马二进三 对 这个在两种变化呢 在比赛当中都有出现过 这样黑方虽然通过这个 G二进四 这个手段 对掉了这个边竹 消除掉了自己的弱点 但是呢也是被红方这个 马九进八 抢到一个先手 所以在心理上呢 有些时候也会觉得不太乐意 对 这个时候呢 这盘棋 造星星特大 就选择了另外一种变化 他也是不希望 给红方更多的这个先手 他直接选择了这个 向七进五 对 选择了向七进五 继续巩固自己的气形 对 当红方准备就是 G六进三 你要是跳马打G的时候 然后黑方就直接走个 G二进六了 我所惜人就进G 来这个控制你这个马路 不让你轻易地这个 跳马打G 对对对 这个当然黑方这个 就是G二进六 同时他以后呢 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G二进三 来吃掉红方的七路兵 红方这个也是要注意 黑方有这样的战术手段 对 红方只是走了 冰三进一 对 冰三进一 黑方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走了林场是走了 这个破八瓶六 对 这个呢是近期比较 出现了比较多的一路变化 在这个2019年 这个世界大四赛当中呢 我先手对阵 王天一特大的时候呢 当时是走了这个 马八进九 王天一特大是走了 这个马八进九 你当时也是下了一盘 对 你是直红 然后黑方是王天一特大 对 然后他下了一个 马八进九的变化 对 当时你是怎么应对的 我走的这个破八瓶七 破八瓶七 平一个 王天一特大走了 居九瓶七 希望来打通自己的 这个七路线 我走了居六进一 你不让他这个顺利地 把足够对开 对对对 当时走了一招好棋 破八进三 来威胁红方的九路兵 我当时走了这个马进三 那正好是他要把兵打 破八瓶一敲过来 这样子吃过来 这样呢 其实这个棋局呢 就会下得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棋局呢 可能造星星特大呢 可能也看过这样一盘对局 当然因为这盘棋 是王天一特大走的 所以说他临场呢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就是不希望走到 对手最熟悉的一个变化里面 而这个这盘棋呢 也就选择了这个 破八瓶六 对 他没有这么 再这么走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王天一特大 也是直黑走过这棋啊 有一定的这个 对这棋有一定的认识 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直接走了一个 破八瓶六 破八瓶六 这个棋其实 正特 我觉得这个棋挺有意思的 这个怎么走成两个 这个弹子炮啊 然后呢 但我这个马 也不着急跳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弹子炮 到底 这个两个炮 它是 它的言下之意 就是我 是先把我的架子摆好 是吗 对对对 其实这个破八瓶六 其实它有一种生意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 那我就马八瓶七 跳一个呗 对对对 马八瓶七看起来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处置 是啊 但是红方这个时候 可以走这个破八瓶六 来对黑方的这个四路炮 通过对炮 然后来这个破坏黑方的阵型 是 那我这炮好像也不太愿意 轻易躲开 对对对 那我可能就得交换 会交换掉 交换掉 正好你这个炮瓶六 吃过来 吃过来 这样经过一个交换以后呢 黑方会觉得这个 自己 左翼的指令呢 会比较拥挤 是的 所以说感觉自己的阵型 并不太协调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选择 这个破八瓶六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意 对 它等于说 我破八瓶六 也不怕你交换了 你一交换我不理你 我就直接马八瓶七跳 黑方可以直接马八瓶七 对 这样子你吃掉 我正好破六瓶四吃过来 对 而且这样的阵型 还是非常的协调 是的 所以 破八瓶六 原来是这个一个含义 这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 红方这个时候 也就不愿意再去选择破八瓶六 但是呢 又为了要正常出紫 所以说选择了破八瓶七 他得破八瓶七 这么平一个 这个就是准备这个 可以马尔先生出紫 同时呢 也是避免黑方以后有机会 可以吃掉红方的七路兵 对 是这样 黑方 马八瓶七 然后红方正好 马尔先生 马尔先生 黑方 居九瓶八 在这个排位赛之前的对局里面呢 其实这个 王天忆特达跟赵新兴特达 其实当时他们也形成了 这样一个局面 但当时呢 这个 王特达呢 在上一盘对局当中 是选择了走这个G平二 出G 黑方走G二推二 G二推二回来 后面这盘棋呢 就下持了何棋 相对是比较的平稳 对 对质的一个局面 对 所以这次排位赛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因为他的赛制呢 是一个双败淘汰 就是你输了一场没关系 我们比赛还给你机会 你输了两场才会真正的被淘汰 所以之前呢 这个赵新兴特达跟王天忆特达 已经有过一场对局了 当时也是赵新兴特达落败啊 当然这次决赛没关系 赵新兴特达又继续杀入决赛 然后跟王特达这个对局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深圳举办 这个排位赛也是非常的有心意啊 是吧 这个政特 对对对 很有意思的 排位赛因为采取了一个双败淘汰制的一个赛事 当然这次在排位赛当中呢 状态最好的呢 也就是王天忆特达跟赵新兴特达 他们都是战胜了所有其他的对手 然后他们负相之间呢 各有一场胜负 这一次因为是双败淘汰制 所以这一盘棋 其实也就是决定了最后的冠军的归属 是的 那这里呢 当时洪方现在又改变招法了 对对对 走了这个马三进四 就等于说我也是经过了一个研究啊 跳了一个马 那黑方这个针对洪方跳马 当时选择的是炮六退一退一步 要不然是不是怕洪方马四进五登足是吧 对对对 洪方看起来马四进五却登足却是比较厉害 虽然当时是快骑呢 可能就是走了这个炮六退一 这个看起来最直观的一个走法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之后的分析呢 其实觉得黑方可以考虑走这个拘二退二 拘二退二再回来 对对对 还是继续把自己这个 这个拘稍微有点背啊 这位置啊 对对对对 然后可以对一族啊 对七路族这样 对对对 那这样子马四进五次足是不是来不及啊 如果马四进五次足呢 黑方可以炮六进五 有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交换的 一个手段 强势交换 这样可以对掉洪方的两个炮 让洪方的指力失去一个平衡 我们也试一下啊 马五进三 那正好G8进七吃掉 这又打着马 这吃着炮 所以只能炮七平四 黑方吃了吧 G8进六 把这个炮吃掉 那么黑方呢 接下来这个炮是平七 还是一个先手 洪方的马呢 其实还没有太好的路可以回来 因为这个马走到 不论是去吃掉黑方的九路边足 还是推到中间 都将面临黑方的一些威胁 对 所以洪方兵种也不太好 肯定不愿意这么选 对对对 洪方肯定是不愿意这样选 所以这个足还不能着急灯 它G2退2的时候 我还不能马四进五 马方的周足 当然我估计呢 可能当时是比较担心 洪方的另一路变化 洪方呢 有一路马九进八 这一招期看起来非常的厉害 对我就 对啊 我也这么跳了 我下部还是炮几瓶吧 打你去 对对对 这样呢 但黑方呢 正好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印法 可以与洪方抗衡 可以走 逐一进一 逐一进一 还是知识不理 这样对手 对对对 先对边走 那我肯定打你一下 黑方G2平6 点出马 那我炮2平4又打一下 对对对 这个时候看到黑方是在连续落后手 但是黑方呢 有这个埋架 登狙 洪方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可能去用炮去打掉黑狙的 对狙也不能砍炮 砍炮人狙六进一吃马 对对对 狙只能是不是 狙六平五 狙六平五 黑方这个时候有一个马二退刺继续登狙 这样登狙 这狙还是不能吃足 一吃足人在这里吃马 吃着这边 还吃着炮 还需要丢子 那只能交换了 对 红方只能交换 炮四进三 敲掉黑局 黑方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这样交换 红方兵五进一吃掉 黑方炮六进三打掉 红方是说马八进六登你一下 对对对 马八进六登 这个时候呢 黑方可以走足一进一 吃掉红方的九路兵 用这个足来吃兵 对对对 那马六进四正好不能登炮是吧 对对 如果说马六进四登掉黑炮呢 黑方可以居八平六 通过这个先细后取 把这个纸给吃回来 黑方将取得非常满意的局面 对 这个棋真的很精巧 就是你要想打我局的时候 我正好把我这个一路码利用上来了 对对对 连续来攻击红方的巡航局 对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战术手段 所以这个也是 但是当时也是个快棋赛啊 也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黑方没有想到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巧妙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里的时候 这个阶段 聚在这儿啊 黑方没有选择这个 聚二圈 而实战选择了一个炮流退一 这个炮流退一呢 可能也是为之后的这个失败 埋下了一定的伏笔啊 就是稍微有一点的消极跟这个示弱啊 但是这个炮流退一呢 黑方的阵型也比较的这个 看着也比较的这个牢固啊 我们来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 红方呢 是通过怎样的手段 来打破了这一个封闭的一个局面 齐民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给你带来精彩的奇迹 好 齐民朋友们欢迎回来 来继续看王天一对赵新英的精彩队局 这里呢 黑方走了一个炮流退一 红方实战走得非常的好 走一个炮七平六 对对对 抓住了黑方这个阵型上出现的一个小的弱点 来进行一个转换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只选择炮四镜五 对调 对 也只能交换了 对 红方炮平六敲过来 吃过来 等于说这个其实还像这个政策 你之前说的 就是把黑方这非常有力的防守的一个视角炮 给他交换 交换完以后呢 黑方的这个阵型就稍微有点凌乱了 对对对 尤其的两个马稍微弱 而且七路马也没有保护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其实阵型呢 就是不太协调 对 但黑方此时呢 选择了这个炮六平七 来看住黑方的七路足 当然给 当然这一招起呢 后面是给红方找到了 很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路线 是的 从后面分析来看呢 可能还是走这个车推二 会更加好一些 对对对 车推回来会好一些 等于说还是要尽快地把这个车投入战斗 所以他走了一个炮六推二 又稍微有点炮六平七 对对对 稍微有点缓和 那红方正好四四进 四四进五 不是 不是 先巩固自己的阵型 同时呢 以后有一个车一平四的一个点 对那黑方这时候又车二推二回来了 对对对 此时黑方走车二推二 还是希望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居位 但这可能稍微有点晚了 对对对 就没有像前面这样政策跟我们讲的 这个居得马上投入战斗 你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攻击的路线 没有什么作用 对对对 但这它怎么晚呢 我们可以后面给大家摆啊 红方就开启了这个进攻了 红方果断地走了这个马四进六 这一招其实是非常的严厉 对 一方面呢 他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马六进四 去马扑卧槽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更加直接的 是准备走这个马九进八 直接威胁要打黑方的死局 对 黑方呢没有办法 只能走逐一进一 是的 先解决掉这个问题 红方断九进一对调 黑方需要平一 吃掉 红方在居一平四 黑方这个也很担心 一直担心马六进四 对对对 就走了一个足五进一 对 希望先别住红方的这个六路马 同时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马可以从中路出来 对 红方此时呢 也下得非常的精确 走了跑六退一 这准备打居啊 这把马换了就 马六进五登中向了 对对对 那样就是一举入局了 所以黑方此文 居一平二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了马九进八 但是从后面来看呢 可能可以先走 这个炮的居九 来先打一下 那我只能马一退三 我先护住吗 红方再马九进八 通过这个平炮 打马的这个手段呢 把这个黑马 驱离这个一路的位置 然后以后呢 再可以通过打居 这个马八进七 就可以直接吃掉 黑方的三路主 对 这样可能速度上更快一些 那实战的红方 直接就是马九进八 跳上来了 对 然后黑方也是 黑方选择炮击平八 还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反击 特别在快级的时候 好像也是背水一战了 要不然你这个子力都太火了 我也没有什么攻击点 索性看看 我们有底炮的攻势 那红方也很积极啊 他走一个G四进六 G四进六 黑方此时呢 选择了炮八进八 与红方来针锋相对 来进行对攻 当然从后面的效果来看呢 其实不太理想 可能这个时候还是 应该走这个炮八进四 可能给红方一定考验啊 对对 红方此时只能 冰三进一 对 然后黑方是不是 炮八瓶二 对黑方可以炮八瓶二 对 敲掉红马 红方马 如果马六退八吃回来的话 人可能足气已经吃掉了 对对对 暂时缓解了红方攻势 红方可能会 所以 冰三进一 对 吃竹 黑方在 G八进九 将军 将军只能 下四 对落势 黑方此时呢 有一个竹五进一 可以给红方很大的考验 正好G不能吃 吃到G二瓶四 对对 所以只能冰五进一 吃掉黑竹 可以炮了平五 炮了平五将 将军 红方还是不能吃炮 吃马以后 吃着红方的六路炮 红方 此时呢 红方可以走 这个项五进三 项五进三 这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黑方如果马七退了回来 正好有个G四平五 捉死炮 对对对 可以G四平五 把黑方的这个中炮给抓死 那黑方G八退三回来 没有抽紫 对 G八退三 这样呢 红旗可以走这个冰三进一 吃马 一江正好 正好有个炮六平五 环中炮 对对 可以炮六平五 前上 当然这样呢 黑方可以通过对炮 来进行比较多的一个简化 红方虽然有一个三路的过河冰 但是取胜难度还非常大 战线也非常的漫长 对 所以可能就是黑方炮八进四打G呢 可能就是给红方一定的考验 也是可能在局面下 更冷静的一路走法 对 实战呢 黑方也没有这么选择 他就想着 索性我就背水一战了 对对 他实战是走得非常的强硬 对 炮八进八下底炮 炮八进八下底炮 红方 红方呢可能速度更快一点 对对对 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 红方是怎样这个加快速度 这个攻击的 对方 G二平一 G二平一 红方直接选马八进七 对 登兵 这里黑方只好不能马一进三吃 吃的话还是吃过来 对对对 马六进五又登向的一些起 对对 马六进八也有起 对 有两个点 黑方这样无法防守 对 黑方只能走G一推一线千处 红方炮二平七 看马 而且是一个绝对先手 现在是马登向 对 所以只能马一进三交换 红方G四平七吃过来 对 双方也是进行一个大交换 然后这样子吃掉 然后炮吃掉G 然后黑方走一个炮八啤酒 花瓶酒 还是希望能够贯策之前的这个对攻的一个思想 对 给红方制造一些麻烦 但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红方的G马炮是在前面的 所以说在这个对攻中呢 应该是红方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优势 我们可以看红方的走法 走得非常过断 马六进八 黑方 一将我就试 因为这个时候呢 红方的这个G马炮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立体攻势 对 黑方呢 必须要用这个自己的G参与防守 因此他就选择了先较将的机会 让自己的G走到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 再不是 G马平六 战乐 同时防范红方的杀奇 红方开始先行动了 炮七进一打马 因为黑方不能马七进五 红方有G六进二 能够把黑马抓死 黑方只能马去退九 对 然后红方跳马一将 对 黑方降五平六 对 然后红方试五进四 先知了一手 对 这样子你要是吃试 人家正好有个据点 对 这时候这个政特是吧 你那时候跟我讲 点像也这个打像特别严厉 对 所以黑方好像也很无奈 所以就索性我就马九进八 马跳上来 对 因为这个时候 黑方是没有办法容忍红方 走G六进四的 如果走到G六进四呢 黑方将迅速崩盘 因此也就只能选择这个马九进八 他可能想着就是你现在点像也 我就把你兵蹬掉 你打枪我就上将 你得补手势 不是我就马七进八 再往里跳 这就是黑方的希望 黑方就希望给你召集进攻 一进攻我这个马就出来了 但是红方很老练 这部棋特老了 对 下得特别好 我先补手势 我先把自己的阵型补好 然后我慢慢再进攻 对 黑方选择了马八退七 对 也很没办法 这马出不来 但是这里红方就开启了这个 怎样G马炮的一个组合了 首先第一步 我把组给弃掉 对 先弃掉自己的三兵 这部棋我觉得下得非常好 实际上通过弃兵 然后达成一个 G马炮的一个立体攻势 对 正好把G又调过来 那黑方很不难 马七进六 只能先跳出来 对 红方 先去将军 黑方将六进一 然后红方这时候 G马炮开始了 炮七平八 这很明显 下部准备炮八进一 以后就是G马炮的一个配合 有个马七进退伍 灯向的一个沙体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图形 那黑方也没办法 只能马六退四回来 对 希望先防止 就是防止你炮八进一的点 那红方一看这步行 我又换另一个四路 又换另一个四路 他走了这个 主要退一将军 黑方将六退一 他炮八进啊 炮八进啊 我准备居吃你中式来杀起 那黑方一想 那我也没办法 对 对 黑方下得很积极 我足迹经过兵 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 快级的比赛当中 给红方制造最大的难度 对 当然此时呢 红方这个经过了这个 思考以后呢 没有选择吃掉黑方的中式 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 其实真的是处理得非常的好 对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这个 吃中式 吃掉中式呢 黑方可以居六退伍 正好可以对居 你没有居五金医江的起 江他这个马守着 对 对掉的话不太好赢啊 对对对 对掉以后特别 而且战线也非常漫长 从红方这个 已经占据明显优势的 这个心理来说呢 肯定是不太愿意的 对 如果吃相 对 对方可以吃掉 吃马 对 吃掉他再吃你冰 然后他吃出来 红方肯定不愿意 对对对 我这么大的优势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交换呢 对对 肯定是不愿意 来下这样一个残局 红方就没有G2平五吃事 他走了一个G2平五 江G 江G 江六平一 然后继续泡八瓶九 这里就是刚才 我们给大家说的 就继续想走这个泡九退一 G马泡的一个组合 对对对 这样呢 黑方也没有办法阻止 红方的这个泡九退一 对 因此他也是 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寻求 一些对攻的机会 他走了逐气进一 希望能够给红方比速度 然后红方走了一个泡九退一 对 这个其实就是 黑方这也来不及 我要下足 对 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就是有个 马气队五 登一江 对 你要是电马的话 我这有个马五退三 一个高调马 一上将G二退二 那你要是知识 这个G二退一杀棋 他落实的话 G二平四吃识 把这个G也丢了 试回来 对 所以说一旦这个泡九退一走上 这个黑方就没办法解救 这个足就肯定是来不及 对对对 那黑方也下得非常的晚险 对 走了这个马四退二 希望先延缓红方的进攻速度 红方走马七退八 马七退八 现在是准备走这个马八进六 对 这个点啊 这个点 对 黑方也是这个时候 如果是逐七进一 对 他想进攻了 那可能他还是马八进六跳 马八进六 这样能吃个子 对 比如黑方在逐七进一 红方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一吃 对 比方比如在逐七平六 对 这个足也很快啊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以马八退七将军 将一军 将一军那只能十五进四先 十一手 十五进四这样 其实红方走这个 G二平六去吃掉黑底 试都可以 这样吃试 对对 可以给他摆一下 摆一下 吃试的话 就等于说我G马炮这组合 那我这个G六平八这样子 对 有没有啥起 黑方可以摆五平六 其实可以通过这个 摆的这个左移啊 完全化解掉黑方 G炮足的一个威胁 对 你注意将我上来 你这个足 暂时G炮足没有组合的办法 对对对 黑方 但是我一吃你试以后 这个马七进六 就是一个啥起 对对 而且黑方也这样 就没有办法这样继续防守 是的 黑方就没有这样选择 对 看来这个 这个棋就是红方的速度更快一些 黑方这个足 想要马上冲下去 你没办法去实现 所以黑方 走了G六 退三 对 抓马 然后红方走的就 正好也是马八进六一跳 对 马八进六 来登马 黑方这个时候 还是沿着之前的思路 走这个G六平一 G六平一正好捉炮 这个时候呢 红方当时是发现了一个好骚 就选择这个马力进八 吃马 正好是个交互 正好也不怕你吃我胖 对对对 但是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方也是一看丢子了 就认输了 对对对 如果说黑方走这个G一推二 对 吃掉红方 红方有这个马八进六 系马登四 正好是个巧招啊 这样你只能这个 对 吃掉 上将有个G二推二的一个杀旗 对 红方在G二推一将G 黑方逃掉 红方就把黑方的G吃掉 等于说黑方形成G 红方是多一个G 对对对 黑方是一个炮兵 但是少是 对对对 尤其是红方有个七路族 这个局面应该是 红方必胜的一个 对 必胜的一个局面 所以就是 黑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直在这里呢 就是选择了这个 投死任父 所以说就当红方 这个很巧妙啊 就是我虽然没有杀旗 但是有个 巧登底式的一个杀旗 对对对 其实最终呢 也是这个 王天一特大 凭借这盘胜利啊 也是获得了 本届这个排位赛的冠军 就是也是 祝贺两位棋手啊 本届排位赛 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一共有这个 男子等级分前13位棋手 再加上女子等级分的第一位 以及深圳当地的两位棋手 共同是16位大师 顶尖棋手呢 来参加的这么一个赛事啊 非常的精彩啊 我觉得这次比赛呢 也是 尤其跟我们看到 这样的新的这个 这个双败淘汰的赛制 希望以后呢 能够有更多 这样的精彩的比赛 精彩的对局 能够带给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 其友们能够来够 一直关注我们的 《上期世界》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其友们的关注 下期再见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